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当你紧赶慢赶终于在上班前10分钟跑出地铁站 却突然发现离公司最后一公里的路程居然找不到一辆共享单车 于是你咬了咬牙买了一辆电动车 但此时你又发现10次中有9次你都找不到地方停车 即便找到了地方停又会一直担心车会不会被拖走 究竟有没有可能出现一款电动车来应对这最后一公里呢 有 前不久日本东京大学就开发出了一款充气电动自行车 这款电动车最大的亮点就是你可以在不用时将它放入你的背包 使用时只需要花71秒对它进行充气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我们都知道日本在一些高端技术领域是非常厉害的 甚至在某些领域一直位列世界最前列 比如精密制造加工 电子技术 机器人 以及新材料等 日本的创意设计也总是让人眼前一亮 有的时候甚至还可以说是奇葩 他们总能脑洞大开的搞出很多新玩意儿 这不又有日本公司弄出来了一款便携式充气电动车 小编不得不感叹一句 在玩充气产品这一款还得是日本人 这款可折叠便携式充气电动车 是由日本东京大学和Macari RCD公司合作开发的 名字叫做Poino 这个Macari RCD公司是一个专注于研发区块链 量子技术以及量子互联网的研发团队 其RCD中R的意思是指研究 四个地分别是设计开发实时和破坏 旨在快速研发和投入使用 如今不管是什么产品都在向着小型化和便携化方向发展 而你见到过的电动车是什么样子的呢 笨重而且超大 但你能想象吗 Poino能像充气电一样折叠后放在背包中方便携带 使用时只需拿出来用充气泵或者打气筒充气后 只需花费71秒就能变成一辆非常可爱的电动车 整个电动车是由扶手杆、转型系统、电池组、充气式车身、充气阀门以及四个车轮组成 而作为整个电动车最主要的驱动系统 马达则被巧妙地安装在了车轮内 车身全部使用的是一种由织物与树枝复合而成的低针织物材料 这种材料的特征是在充气后能够足够坚固 承受一个人的重量完全没有问题 同时这种材料还非常的柔软 这也就非常有利于折叠后携带 电动车底部安装了只有一本疏厚的电池组 重量只有5.5公斤 充一次电就能续航16公里 要想电动车身保持平衡 就需要内部的气压超过41000帕才能正常行驶 所以在这个压力值下 即便骑行者体重达到了80公斤 充气车身也能承受得了 并能正常行驶 因为整个车身和坐垫内部都是充气的 所以驾驶者坐在上面也会非常的舒服 Poimo只是Macari R4D公司开发出的 第一款充气式便携电动车 说白了就是初级款 后来Macari又开发出了更高级的 可根据人体身高坐姿来定制出 最适合你的一款便携式电动车 这款便携式电动车所使用的材料 与初级款都一样 但它结构更复杂一些 是由不同的七块充气部件组合而成的 首先需要驾驶者在设备前 通过一套交互式设计系统 只要做出自己最舒服的骑行姿势 就能够通过扫描 让电脑软件获得各项数据 从而计算出最适合的电动车部件尺寸 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 从而实现定制便携式的移动交通工具 这款电动车是由小型无刷电机和锂电池驱动 最高时速能达到6000米每时 充一次电可以工作一小时 尽管整个车身和轮子看起来 大小与普通电动车差不多大 但折叠后的总重量也只有9公斤 此外他们还发明了 充气轻便型手指轮椅 以及充气可移动躺椅等产品 这些便携式充气电动车 开创了个人交通的新领域 舒适便捷轻便的优点 让每个人都能获得适合自己的 个性化短途交通工具 但是小编觉得 这种电动车能不能上路行驶 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那么便携式电动车 为什么受欢迎 它面向的群体又是哪些人呢 要知道上面说的这款充气电动车 折合下来的价格也需要3000元左右 小编觉得便携式电动代步车 主要面向的群体应该是中老年人 残疾人 以及出行距离较近的群体 上世纪80年代以来 部分发达国家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电动代步车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始普及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选择一台电动代步车 作为日常出行的工具 同时应用场景也十分广泛 包括商场 医院 超市 写字楼 机场 公园等各种公共场合 从21世纪开始 电动代步车开始逐步进入中国市场 随后市场规模逐渐扩大 对电动代步车产品消费需求也是持续增长 因此 设计开发出一种舒适 安全可靠 便于携带的代步车 不仅有益于中老年群体的出行 也能在老龄产业中创造出较大的经济价值 如果按代步车的轮数分类 常见的有四轮和三轮代步车 按转向形式分类 常见的有前轮转向和后轮驱动差速转向 按制动系统分类 可分为电磁制动 电子制动和机械制动三大类 现有代步车中带有机械制动的较少 在近期 老年代步车的便携性也被考虑到设计范围内 出现了可折叠和不可折叠 以及快速拆装式三类代步车 可折叠代步车又可分为自动折叠和手动折叠两类 其中可折叠便携式代步车更为人性化 可以在代步车不便行驶的场合 采用拖行或放置在汽车后备箱等运输空间内的方式进行运输 使得中老年群体的活动空间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增大 目前市场上的代步车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最早的可折叠轮椅式代步车 第二类是可折叠座椅式代步车 第三类是汽车式代步车 其中可折叠轮椅式代步车受众群体 基本上都是特殊残疾人群 而作为基本日常外出的代步工具 客户对产品的性能关注点主要是结构牢固 行走平稳 安全 以及易于操作 相对于可折叠轮椅式代步车 可折叠座椅式代步车的受众范围更加广泛 扩展到了广大的中老年人群 及出行距离较近的群体 可折叠座椅式代步车 行驶速度跟可折叠轮椅式代步车类似 是可折叠轮椅式代步车的演化升级车型 其爬坡 续航等方面性能均优于原先的可折叠轮椅式代步车 相对于可折叠轮椅式 可折叠座椅式代步车的外观设计更加具有科技美感 因此受到广大中老年人群的喜爱 甚至一些年轻人也会作为短途代步工具使用 出于防晒防雨的考虑 开始出现了带棚座椅式代步车 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外形与汽车接近的四轮电动车 这种代步车配置与机动车类似 刹车 油门 挡位等配置基本齐全 外观尺寸也与V型机动车差别不大 但随着使用者年龄的增大 视觉 听觉 认知及身体反应上 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衰退 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驾驶风险 因此可折叠座椅式代步车 因其受众范围广 安全辩解 易于操作成为中老年人 残疾人及出行距离较近的群体的出行选择之一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趋势报告预测 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98亿 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15亿 占总人口的16%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2年末 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8004万人 占总人口数达19.8% 同时 老年群体往往有着稳定的养老费 赡养费等 小编按照2010年的价格计算 预计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消费总量约为12万亿元 至15.5万亿元 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消费总量约为40万亿元 至69万亿元 总体来看 国内老年用品相关种类和数量出具规模 同时 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 消费者近距离出行方式也在改变 老年代步车使用需求逐步增加 并且也逐步由普通金属类代步工具 向电动折叠方向升级 因此也将会产生更多对电动代步车和电动轮椅的需求 但目前由于监管法规的缺乏 电动代步车行业存在速度快 车型大 安全性差的乱象 随着各地政府部门陆续出台政策法规进行整改 加强监管力度 市场上违规超标的电动代步车将会面临淘汰 电动代步车市场将会朝着更加合法合规的方向发展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是如何看待便携式电动车的发展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